为了落实环保 财政部大力推动无实体的电子发票 希望能够把统一发票 朝向更环保的五指化理想来前进 今年国税局也特别加强宣导 民众可以利用手机条码来索取电子发票 不但很环保 还可以参加好康的抽奖活动 电子发票上路 各式尺寸不同的发票 收集起来好麻烦 不过现在利用载具 有了专属的手机条码 就能够把它归户通通收集起来 而今年国税局加强宣导 在所的税申报时间 也特地在酒楼开办专属柜台 让民众申办载具 跟电子信箱 然后你贴申请人 然后呢我们会给你一个条码 那这个条码呢 它你可以在四大超商 中油 区城市 佳乐福 美联社 只要有电子发票消费的地方 你都可以申请 都可以消费的时候 直接跟他讲说 你要用这个条码做载具 像我们国税局的服务专区来申办 或者是进财政部服务整合平台申请 民众来的流程就是说 透过这个电影信箱跟手机号码 在财政部服务整合平台 做一个设定 那它会自动发一个讯息 先填手机号码简单资料 接着税务员会协助上网申办 民众手机简讯收到一组认证码 再登录就回收到一组条码 而这是专属个人 当场会给三张手机条码的贴纸 民众可以贴在觉得方便的地方 结账时出事就可以了 那个响应国税局的五指化运动 我觉得这样之后会比较方便 应该会吧 手机号码电子信箱 然后就可以进财政部服务整合平台 申请一个专属为您打造的手机条码 这个条码当你在消费电子发票的专区的时候 透过手机条码去做一个归户的载具 当然不用贴纸或是忘了带 如果手机在手也可以 只见税务人员也当场交到民众下载APP操作 下载成功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 同样一组的手机条码也出现 利用这也能够让电子发票归户 民众也可以随时上网查询 连消费明细都看得到 最重要的是会帮您自动对讲 使用载具索取电子发票好处多多 除了五指化环保交易明细在云端 查询消费记录很方便 并且还增加了专属奖金2000元 中奖机会更多 财政部目前有对于合定索取 五指化的电子发票 有一个专属的抽奖活动 那这个抽奖活动加开2000组 然后新台币2000元的五指化电子发票专区 为期一年 那这个部分目前以财政部 目前公告为主这样子 取了手机条码可以在任何一家 开电子发票的商店使用 只要结账时出时就行 国税局戏纸基争所也欢迎民众前往申办 接着陈慧玲细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